海天一色的风光 绵延不断的海岸线 哥特兰岛是瑞典的避暑圣地 也被认为是宫崎俊动画 魔女宅积变的取景地 但在俄乌战争开打后 军事演练的炮火声 打破岛民的宁静生活 我感觉很强的感觉 所有的东西 他们在那里 所有的工具和武器 和其他东西 我感觉这有很大的影响 在我们的水平和水平和水平 你没有在那里 所以这种生命也很强热 位于波罗的海的哥特兰岛 临近俄罗斯飞地加利宁格勒 在2014年俄罗斯并吞克里米亚半岛后 开始加强军备 由于瑞典与芬兰 在今年6月加入北约 让岛上紧张情势升温 成为瑞典抗俄的最前线 频繁的军事演习 以污染环境 造成岛上水资源短缺 水是非常敏感的 我们没有水平和水平和水平 瑞典自拿破仑战争后 200年来未加入任何军事结盟 如今因二乌战火延烧 打破长久的军事部结盟 哥特兰岛拥有世界文化遗产 居民以观光和农业为生 然而近来军事演习的炮火残骸 成为这处旅游胜地的新风景 岛民安居乐业的生活也笼罩起 展震风云 中央社综合报导